订阅观传YouTube 即时文法智慧对开 这位石童修 他是三规一弟子 现在担任大学教授 他说听我讲 他曾经听上师开示 只知道儿子与自己是冤亲在主 才会不听话结交坏朋友 我讲的不止这些 这冤亲在主 很好判断 我先讲这位石童修他讲 他说 他的儿子先从台南 某个学校辍学 然后结交车友 没有成年就骑重型机车 花钱在养车 买车养车 花了很多钱 弟子屡劝不听 先前有专案处理 儿子状况略有改善 现在已经重念 某某大学 但是呢 喜欢花钱 买车养车的情况还在 老师也反映上课 这个小孩上课不专心 就是你在这里是希望他能够远离 恶友 将来寻寻善佑让他接触佛法 建立正确人生观 这位石童修 您自己写这些情节 您觉得贵公子 是您的善缘 还是缘亲在主 但是这类大圆满 或佛子行三十七宗 都有讲到 讲到缘亲无常 现在是缘亲在主的关系 也可以因为佛法 转化成 大家感情非常融洽 或者互相帮助 互相感念 互相成就道业的关系 这首先 我们学佛的人应该知道 缘亲无常 本来很好的变成有仇 本来关系很不好变得很好 都有 这就是怨亲这种关系是无常变化的 确实你跟他听起来他是有点冤浅 但是你专案处理 如果照你现在所写的 要让他接触佛法 你要他接触佛法 建立正确人生观 那你要多行善事 你现在当大学教授 大学教授 有一无一间 利益很多心心学子 这种机会 多得很 我以前的那个师兄就是 他课堂上 他是学生里面最喜欢的老师 为什么呢 因为他常常讲一些因果报应的故事 常常讲一些历史上的 比如说三怀汤鸣 很多历史上的谋朝篡位的故事 这其中都有因果关系 我常常给这些学子们这些因果报应的观念 不敢去做坏事 多行善道 你如果常常做这个 把它当作每天的修行 要讲这个要有技巧 现在有的时候 这学生觉得你这样讲 这太悬 他会给你投诉 对不对 他用手机给你录音 给你投诉的也有 所以你要很会讲 很有技巧 常常做这些社会公义的事情 救别人家的小孩 好像救自己家的小孩一样 把你把这个当专案一样 然后每天在佛前回向 跟你特定的本尊菩萨求 说这样以我专心教课 每天做定课 或做善事功德 我要求什么事 集中来回向 会有 那就是会有很大的转变 但是它不是很快 你这个状况它没有那么快 它还要一点时间 所以这个就是 希望你能够采纳我的意见 订阅观音山YouTube 开启小铃铛 就能收到最新开示与直播通知